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坐上會比較擔心啊 你上班的時候 我希望就是全面發 就全國統一嘛 在時間在很多考量上 不少家長頭痛呼籲五一勞動節 改國定假日 時間形成好規劃 以幼稚園孩童舉例 公立幼兒園大多為幼教師 屬於公保不適用沒放假課照上 私立幼兒園老師多為教保員 依照日期放假 但公教職員家長卻困擾小孩給誰帶 幼稚園聯絡簿貼上紅條公告 五月一號放假一天也有家長開玩笑 說好不容易勞動節有小確信 可以和老婆約會看電影 沒想到幼稚園也放假 這張紅單比圍規單還統行 那一天他要上課 就把孩子多其他的同事雇 那當然社會上也有一些 所謂臨時托育的 可是問題是說這種臨時托育的 家長能夠信任嗎 五一勞動節公務員老師 沒假放碰上小孩沒人雇 只能一個頭兩個大 三十五格子高黃靜怡 台北北島